有關於櫻花溝吻龜 相關的研究跟發泄 我們看到一些事情 它有靜清繁殖的現象 為什麼呢? 因為從很多現在變得很少 所以要從這麼少的個體來繁殖 就要從這些個體讓他們互相交配 所以會有靜清繁殖的樣子 所以會出現同型核子越來越多 什麼意思呢? 呆呆很多 小A小A很多 為什麼這句話對? 因為疫情核子 呆小A的個體比例 就是基因多樣性的指標 如果你說這個族群的基因多樣性很低 那它的疫情核子就會很少 而櫻花溝吻龜就是好例子 櫻花溝吻龜的基因多樣性比較低 所以它的疫情核子比例就比較低 那也就是同型核子的比例比較高 所以同型核子比例偏高 A是對的答案 因為它的基因多樣性比較低了 靜清繁配 位於大甲溪上有 漆地有零碎化的可能 因為漲油的開墾 所以造成它的一些困境 所以B是對的 族群很小 容易發生遺傳飄變 而且影響方式很明顯 對的 因為它曾經從幾百萬變成能幾千 然後慢慢開始富裕 它會有所謂的瓶頸效應的 會有遺傳飄變 所以11是對的 注意一下用人工的方式來增加遺傳 繁殖率 如果野外讓它生生的好少 有很多會被吃掉 我們用人為的方式來增加它的生存率 就用人為方式增加繁殖率 來進行保育 豬是對的 而且我們就這麼做的 醫學校生物動態性比較低 所以當環境改變的時候 容易幾乎到滅絕漩渦 這也是對的 所以我們要盡量想辦法維持它的基因狀態 不要再往下滴了 讓它脫離滅絕漩渦 所以第八題全部都是正確的描述